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中国刁民 平常也可以买 我就说这意思 咱们不是猜 但是满大街随便买枪 总统选举仍然可以和平举行 是吧 我看他们俩辩论 特别有意思 罗姆尼 我的英语没那么好 但我就听他说那意思 说你现在武器 数量一直在削减 老巴马就说 你州长同志 州长先生 我们现在马刀数量也急剧下降了 骑兵也下 没有了 不是数量的事 他说我们现在军力上升了 这特别有意思 但唇枪舌剑 特有智慧 但是完了事 拥抱 他不是那种 他是权力之争 但你感觉到他通过竞选 是给我最大的感受 他是让每一个人 在那几天里边 变成了一个爱国者 我在微博里写了一个东西 除了那几天不爱了吗 那几天大家过自己的日子 谁天天喊爱国 那几天每一个人都觉得 这个国家跟我有关系 我都要去vote 我要去投这个票 我当时投票那一天 我去了Plan B Plan B是一个制片公司 然后我进电梯的时候 他那保安 下电梯的时候 那保安就是 他这么写的 I voted 我投了 然后我就问我 我经纪人叫Jona 我说Jona你投了没有 我一会就赶紧投去 我刚找到那投票站在哪 然后就把我扔一边 让我自己打车 他本来这送我的 让我打车回酒店 他去投票去了 然后你去到哪 很多人就到了晚上 我们又碰到一个人 就到最后晚上 我见了一个律师 律师我就说 您投了没有 他说我投了 但是我这次用那个 用那个就不在场的方式 是寄送的投票 我说挺好的 他说太遗憾了 他说我是怎么遗憾 他说我没有那个 I voted 这个不干交的贴了 他说我攒了十几年了 我每年 就是每一届我都有 他们十几年 就是每一届 他都有这个I voted 他说就在这几天里边 我会觉得这个国家 他跟我有关系 我就挺有感触 这就是国民教育 这有点像香港 星期天早上 人家贴旗 你捐十块钱 记得吧 人家就给你贴一个东西 在街上那天走的人 贴那个东西 都是很自豪的 就觉得我做了这个慈善了 而且更可悲 或者说是 更自豪的是 大部分人投的是没有用的 因为绝大部分的州 胜负早决定了 比方说纽约 或加利福尼亚 不管你投谁 他一定是民主党赢的 有些州一定是共和党赢的 很早就知道了 他投这一票 能起作用的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州 可是在那些不起作用的州 他照样把他作为一个公民责任 把他作为一个自己一天要做的事情 真的是就是说 就像教徒一样的爱国 我在英国的时候 去年光过节 就是11月11号 那正好是他们的一个纪念 就是在战争中死去的战士 或者是什么烈士 或者死难者的那么一个节 我在英国全国上下 每人都带着一个那个 然后到11月11号中午11点 我在温莎堡 突然间所有大街上上的人都站定了 因为要默挨什么一分钟 所有商店里的人都在垂手树立 就一分钟 全国都是这样 这个东西 我们小的时候反倒有时候还有 但是今天 你要关心国家 我跟你讲 这事真挺有意思 你说你拍电影的 大陆人已经变得 什么完事不公了 反而是香港人 拍那个十月围城的时候 我就记得是陈可欣的 还是谁 就说过那么一个 他说 我们那有一句那个台词 就是说为了这么中国的未来 而奋斗 为了一个更美好中国而奋斗 然后说大陆这边的这个合作者 都说把这词捡了 把这词捡了 说为什么 说笑场 说会笑场 但是你知道吗 香港人反倒不理解 很激动 他觉得这个 因为他在线的是孙中山时代的那个护士 对 所以你说 我就觉得 他们有人讲 美国好莱坞的那个电影 他的这个价值观 难听点说 叫一大俗 但是你好听的说 好像 不是价值观 真善美 或者是什么 这种 反倒是有一阵 说中国电影 拍的那些个东西 当时我记得 有个人就跟我讲 我印象很深 他说你看 你现在在中国要拍这个崇高 容易笑场 你爱国也好 或者什么 你现在拍这种片子 他不太激动 而且呢 就是大家容易乐 反而他说啊 你看中国现在拍这个权力斗争 拍这个什么呢 这个阴险 甚至 甚至就说 说中国演员 说你发现了中国演员 演别的 都不见得是世界第一 但是中国演员 演阴险 没人比得过 你作为导演 你同意吗 中国演员 总来说就是 我不太同意 这个就是有点简单化了 但是就是 生活在不同的国度 每个人心态 其实是确实不一样的 他是从小一种教育 还有他信任什么 不信任什么 相信什么 不相信什么 其实我觉得关键这几年 我觉得是可能对于大陆人来说 我们来说是信仰没有 就是原来说的那个教育 可能大多数人已经不顺 从心底上不相信了 我现在真的想 其实大街上你问你信吗 我就没有多少人信了 那要相信什么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我看特别逗 全民练气功 全民练那个特种功能什么 特殊功能 特意功能 全民都相信气功大师 为什么 没有信仰 那么现在接下来我们相信什么 因为在美国他有宗教 美国还相信另外一个事 数据 对吧 数据就是科学 他相信宗教和科学 但数据可以改了 但是他还有个信用 类似这种 他一套东西 我不说美国就多好 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现在其实 大陆的这些 期待的是一个新的一个 这种信仰的一个出现 反过来说明 中国人他需要信仰 我们需要 他对信仰的要求高 因为他也就是因为没有宗教 所以你什么东西 你说有一个什么 气功啊什么东西 大家都被忽悠过去了 就说明大家希望这东西 内心是需要 反过来我们事情反过来看 你说在中国拍片难 尤其是涉及政治的片子难 美国 其实我倒想说美国才难 因为他什么都可以拍 总统可以死掉 世界可以毁灭掉 所以你说他怎么来拍 而中国呢 虽然的确大家都看到很多进去 我们都知道各种各样的 时间段上的进去 题材的进去 级别的进去 人物的进去 可是有进去 才有突破吗 我特别同意您这个观点 就像就像那个沙 沙俄时期的那个文学家 从来不会去抱怨 那个时代一样 因为也是那个时代 给了他创造出 沙黄时代出现了世界上 最灿烂的文学作品 俄罗斯文化 所以中国其实我倒觉得 很多的做电影的 包括做文学的 包括做传媒的 很多人是自己 把自己先淹了 就是觉得 某些东西是不行的 而且看到某一些东西 虽然是没价值 可是他眼前有功力 但是其实你要是想想 你有一个责任感 你再动些脑筋 进去越多 你的突破点越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少喝一点 为健康 敬酒虽好 可不要贪杯哦 敬牌公司 选择节能 选择安全 热水器升级换代 我选领导品牌 美的空气能热水机 夜入国家节能惠名工程 空气能选美的 零九日古坊 配桃花春雪 彩无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丸江 五井共酒 其实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艺术创作者 真的应该感谢这个时代 尤其是中国这个时代 因为你不可能去 像我们从到现在目睹了多少大事 是吧 这个时代在裂变 我们整个的国家也在裂变 民族的信仰 所有东西都是在这个时期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我 我比较举个例子 你说你南京南京里边写一个日本人 有点像人就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可以说的写那个 几乎在歌颂那个日本将领 写那个岛上 大仗 流浩岛 他拍了两部嘛 一部是讲美军的爱国是一个假戏 另外讲那个日军的将领 这个非常令人尊敬的人格 可是他也没有太大的反响啊 因为他拍的非常好 因为他那个国家 什么都能拍 所以我倒过来 这样来安慰你 你引起这么多的争论 那么多人攻击你 说明你处在一个房子里 对 好的事 真的是 好的事 而且就是这事是挺奇怪的 就说电影啊 你不管说他现在怎么衰落 但是在中国社会里啊 他这个我觉得举足轻重 对 美国真是不会说 因为一部电影好家伙 这就翻了天了 是吧 你看在中国 我自己都觉得 如果我当领导啊 这确实电影要管不好 哪部电影价值观呢 或者哪出了问题 涛哥 作为从业人员 我挺喜欢刚才你那句话的 可是作为 也是作为从业人员 我特别怕你这句话 因为我就怕领导 我们不希望领导觉得电影 是能够改变社会命运啊 什么 电影 我永远觉得这电影就是电影 而且社会上有些负能量 就是需要通过电影这种渠道 在一个小黑屋子里 你看完了 哭完了 发泄完了 好好生活去 可是为什么我们在电影的评价上 我说的这还不光是领导这个层面上 我发现 甚至是人民 我们的人民呢 已经是这样有觉悟的人民了 你知道吗 任何一部电影 包括不仅是电影啊 我都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犯政治化 犯道德化 就是一件事情啊 非要跟你聊到政治是什么 连一出租出司机都知道 比如你一拍电影 这个题材能拍啊 这是什么信号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什么原因吧 跟家具的摆放有关系 中国原来的一般人的家庭里边的电视机啊 是放在五斗柜的上面的 嗯 换言之 大部分你现在还可以做统计 大部分人看电视的时候啊 电视机是比他的眼睛要高的地方 有没有 这个尤其是以前小电视机的时候 这个电视机在家里的中心又是比较高 无形当中 我当然是开玩笑的 无形当中 大家觉得电视是高于生活的 电视里 生活当中有的东西 电视里可能可以没有 但电视里要有东西 我们一定都要有 没有 它是教我们的 我很早小 很小的时候就看外国电影 我发现了 外国人家里的电视机 常常放的比较低 对 是吧 低于平视线 它电视机比较大 放在客厅 而且它不放在客厅中间 不是 它在餐桌旁边 但是电影荧幕就更是这样了 过去有个电影 叫什么天堂电影院 实际它那个里边有一个隐喻 就是电影院相当于教堂 就人道 一种宗教 所以它也确实是对人的精神 很大影响 确实有 因为这个电影本身 作为艺术门类来说 确实有这样力量 而且列宁同志 也就有这个定义 你知道吧 电影是什么 什么的喉舌 什么的 它有这个定义 所以我们是一脉传承过来的 所以我们就拿电影 其实 看的比较重 作家跟 做电影的人 现在是互相羡慕 怎么讲 作家就羡慕电影 你看 你们拍一部片 这么大的反响 对 你就算拍的不好 还有这么多人骂你 对不对 作家现在好寂寞 就算得了个奖都没人理 八几年的时候 文学 对 但是电影的人 你刚才说了 你羡慕 作家你爱怎么写 没人理你 对不对 你们做一点点事情 审查多少开会 对不对 他们拍大片 就是两怕 一个怕审查 另外一怕被人笑点 有笑点 所以他们是个互相羡慕 所以你像你刚才 就说 咱们这个年代里 一些个没有信仰 或者这些问题 我又想起你这个亡的盛宴 你看虽然我还没看 我看一宣传片 讲这个刘邦在里头 他就觉得刘邦 最像现代人 因为刘邦就是生存 对 一切为了生存 那你说刘邦这种活法 怎么样呢 从功利心的角度来说 刘邦显然是一个 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成功者 那像像项羽 我就我觉得他是个古人 他是什么呢 他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吧 他有原则 对 而且你想他干的事 在史记里 虽然包括后来很多人说 他是一个大傻子 天下在面前你可以不要 但你想想站在那个位置上 他就是可以不要 分成块 然后你们拿去 然后我就回鹏城了 这得什么样的人 才能做到这点 他不定 他不是智商有问题 他是 我觉得他是最早有 民主思想的人 华盛顿呢 我跟你说 那时候我们在组里讨论 我说他就是 华盛顿 华盛顿就功成身退 是吧 就是老子说的 就为而不有 我说林肯 华盛顿 他就是这种人 他生错了时代 你知道吗 我就说他有这种联邦制 这种想法 但是刘邦是小人吗 他不是小人 要是小人 他身边 你要销和张良 一批伟大的这种谋士战将 跟随他 他一定有一种 我认为 他一定有一种过人的这种魅力 个人魅力 而且他 他跟这种人的交往的能力 而且他自己传播自己信仰的能力 你看他写那首诗 大风起 信仰飞 真是 就我 虽然史记里面把它描绘成那样了 但是就这一句诗 就这一首诗 让我看到了他金凶 就是他的那种一个大政治家的 帝王气象 对 我想中国人后来对这两个人的理解 跟当时历史上这两个人 可能还是应该有差距 中国人有史记开始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最近代的 我没看你电影 我说比方最近代比较搞笑的神话 不是有一个电影 电视剧吗 神话里面也有这样 都倾向于把这两个人往两边拉 就是把 把项羽变成一个浪漫的 有节气的英雄 把刘邦变成一个不择手段的 其实 各种各样的 其实可能是政治追求不同 我觉得 还有他们的这个 但是我觉得 项羽 但是从项羽的事迹上来看 他像是个理想主义者 他就是一个不太招逼气的理想主义者 不我们每 我们每个 每个 尤其是每个男人吧 每个人想想自己身上 其实都有 既有项羽 又有刘邦 对 就是又有 不敢 就是坚持原则的这一部分 有所不为的一部分 又有 这个 根据实事来调整自己 甚至低头 委屈求全 小不仁子 乱大谋的这一面 我们每个人身上 其实都有一个 小相遇 我觉得在拍片的过程中间 其实我们一直在找 我们最终想给电影观众呈现什么 他是一个生存者的游戏 一百两十八九三四 一个男人可以把女人变成渔机 也可以把它变成美好 只是坎尼打开了他那身抽一点而已 导演经常用一个很粗俗的话 说青岚永远的也美好 能不能把你最凑蛋的一面拿出来 我跟导演一直在找相遇的灵魂 五粮夜1618 中国的五粮夜 世界的五粮夜 中国就此 中国梦想 解密 第五道菜 研究表明醋是碱性食品 可以分解多余的大鱼大肉 因此除了鱼肉青菜米饭四道菜 还要给健康夹道菜 第五道菜 天地一号 沉静与山水之间 享受三千年 日温泉文化 西安临统 国家旅游休闲 渡降区 我们每个人身上 其实都有一个小湘雨 那么韩信呢 韩信我觉得是 就是他是政治上的 就非常幼稚 在政治上太幼稚 他是一个 我觉得他属于一个技术宅男那种范儿的 就是他一门铃 战场上 军事家 战场上的诗人 政治上特别幼稚 他是完全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坐拥七十二成 灭了这个龙居 灭了这个 这个这个项羽最大的打将 然后呢 坐拥七十二成 然后天下三分之二归他的时候 兵力 项羽和刘邦两人的兵力合起来都没太多的时候 他居然就能够拱手向上 刘邦派个术士过去 一通劝就过来了 你知道像韩信啊 悲催到什么程度 韩信在帮助刘邦杀掉项羽的第二天 就被剥夺了军权 三十万大军马上冲攻 他是带着三十万大军来支援刘邦的 就是项羽自杀的第二天 乌江边自吻的第二天 他就被解了兵权 就解了兵权了 而且消齐就不也不让你回齐地了 变为楚王 然后呢 在楚国这块呢 又通过云梦之游什么的 邦基又给你逮了 一年以后 马上带回北 带回不是北京了 带回京城 软禁六年 然后再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说你要纠集这个家奴 要刺杀皇后 进宫一刀砍死 感觉韩信这是冤案 不是谋反 是吧 他这必须是冤案 你看看他那个史记里 怎么写他的罪状 就是纠集家奴 与街上的这个流窜犯 找些小流氓 要夜袭王公刺杀皇后和太子 这不像韩信干的事 不是你想想 他这已经软禁六年了 他能纠集多少人 皇宫是什么地方 他能打人 这就是完全属于莫须有 这个罪名都 就等于是匆匆忙忙定一罪吧 就必须砍了 甚至都有可能是杀完咒在定的罪 但是谁请他的呢 萧和 老哥们 几十年的老哥们去把他请进来的 就其实历史里边真正有意思 而且司马迁在写这些事的时候 他在评述这些事的时候 这怀音侯传 跟这个项羽 这个项羽 还有高祖本纪之间 他有不同 他讲 比如说他说 涛哥的事的时候 跟川哥的事 在讲那个徐教授的事 讲同样今天的采访 一个人写 他说了三种不同的过程 罗生门 不是罗生门 在我看来 他是把真相藏在了 这三种 西凤中间 西凤中间 藏在了字背后 聪明人 我们以前老说这史记啊 司马迁写错了 你想他都被受了辅刑了 他能写错吗 他怀着刻骨的仇恨 他要把一些情绪是要写在里边 他不可能写 自己 他不是说一个班子 现在我们经常一本一本书 是一个班子写出来 那肯定有错 那需要这个校编的这个功力 他一个人写 一个人采访 一个人写 写一辈子 他不可能错 只要有叙述上不同的地方 他一定是把真相藏在里边 中国历史 司马迁的贡献真实 再怎么估量都不过分 没错 但是司马迁这个象征也很有意思 就是敢记真实的历史的人 被淹掉了 先淹掉以后 才能记真实的历史 这就更有意思了 当时司马迁为一个戍边的大将军说话 那大将军 李陵嘛 对对 他投了那边 但是当时他说肯定 他不可能投降 他一定是没办法 但是皇上没听 直接给领龄就面门抄斩了 在家里 但是后来证明确实是 确实是 就是结果他受了复刑 所以他后来写史记的时候 历史也是他今天的历史 所以他现在拍当初的历史的话 怎么感觉中国的历史这么相似 这就是司马迁 以及我们所有司马迁后人 所以为什么 我们是不是 我们不是司马迁的后人 我们都是刘邦的后人 其实我是这么看待这事 因为这里边太有意义了 汉是继承了秦的这个 叫帝国官僚制 汉是全班 原文照班 然后自己又发扬光大 谁来干了这事呢 是萧和 萧和当时在那关乡中 然后就把那整个秦的秦制 全部继承过来 然后又发扬光大 这个项羽那一路 其实 是